那我們得了這個誠心的話題 就是啟示錄21章1節到12節 天使又只是我看見 城內街道當中遇到生命的 明亮如水雲 從神河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看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座 我經常讀的時候 特別摸著這個 天使指示我給我看見 然後指給我看見 在城內街道當中遇到生命水雲 對那個街道非常有感覺 就是緊緊跟隨 很重要就是你要跟隨在這個街道上 他這裡講的是說聖城 這個城內裡面有一個街道 那個街道當中是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意思就是說你如果不走在這個街道上 你就沒有辦法喝到活水 那個生命樹也是在這個河的兩邊 那河又是在街道當中 所以你如果不是走在那個街道上 你是喝不到水 吃不到生命樹 吃不到生命樹 所以呢什麼叫街道呢 那個街道是 是從生命樹 一直到十二個城 十二個城 每一個城 每一個 東南西北 每一個方向 東邊都有三個門 所以他說我們要借這個三個門進去 就在這個街道上 然後你就能夠享受 所以他這邊的後面就是說 在我們的經歷裡面也是這樣 什麼時候你願意順服 援手的權益 每當我願意順服援手的權益的時候 他說立刻你就會覺得 有一個滿了神豐富的東西 在你裡面用 阿們 這就是我們走到街道上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常常很想喝生命水 也很想吃生命樹的活子 但是就沒有走在街道上 所以你就喝不到水 那我就是很有感覺 今天這邊要緊緊跟隨 就是我們這個人 就是我們這個人 一直要緊緊的跟隨的 教會的行動 時代的指示 阿妹 一同往前 阿妹 我們是常青的 我們就在一起 有一同的目標 阿妹 我們帶我們往哪裡去 我們就緊緊跟隨 阿妹 你就說不出來了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阿妹 在我們裡面共流 阿妹 這就是甜蜜 阿妹 又簡單 阿妹 緊緊跟隨 阿妹 走在街道上 阿妹 感謝主 阿妹